这道题看起来很麻烦 但其实也可以变得很简单 让我们在括号里面填上相同的数 十等时成立 很多孩子会这样想 我在括号里面设上x 然后通过交叉相乘 列成方程的形式 x就算出来了 但其实还可以有第二种更轻松的方法 你观察一下 左边这个分数分子分母 我们可以想象成约分之后就等于了七分之五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根据这个七分之五设份 那把分子就设成了五分 而把分母就设成了七分 再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括号里面填上的是相同的数 所以我说七分和五分差了多少 就是由53比37多了多少决定的 那53减确37等于16 说明分母比分子多了16 也就是说七分比五分多了两分 这两分对应的就是16 两分是16 那一分就等于16除以2等于8 一分是8 那五分的话 五八四十 说明分子就是40 37加上3就等于40了 所以这填3 这是3的话 你再来试一下 这是七分 七八五十六 五十六比五十三也是多了3 所以这也是填3 这小题就轻松解决了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